但是 同時他又有 偏見 他有民主的偏見 居高臨下 西方中心 主義 同時又 政治的偏見 也非常明顯 他當然跟你政治的地方不同 他會咄咄逼人 今天各位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看今天2021年3月21號星期在全國播出的第2個 政壤提供視頻節目 今天之所一落第2個這個不但是由於馬里沃爾波這個前線現在可以說前線我們大家非常關心而是同時呢由於 今天下午我們收到這個中國駐美大使秦剛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段專訪啊這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時間不長還九分多鐘節奏也很快 那麼這個所以我想今天點評一下這個事 從整體上來說我覺得這個秦剛大使非常不錯啊這個這個英文啊 人樣啊形象啊表現啊風範啊 而且他本身這個舉動就是為國家利益發生 但他面臨面對的是咄咄逼人的一個西方媒體 那麼駐外大使我們現在盡量說講好中國的故事其實就從我們 外語好的駐外大使 開始做起如果每一個駐外大使都能夠像秦剛大使那樣的這個 輕力而為 視筆恭親 因為你不但寫文章寫文章可能是有秘書寫 你只要過一過就可以上去說 這一定要你自己說而且不但是這個 不可以念稿面對的咄咄逼人的 這個smotaneous就是這個 很自然的這些問題 裡面有 專業技巧 也有來自他的一些敵意 所以其實我認為從整體上來說秦剛大使已經做得非常之好 但是這裡面呢我覺得這個大概有幾個因為我過去也是 曾經長大10年我主持過這種國際型的這種辯論節目 這個有時候我們也會無論用哪種語言也會面臨國際上的嘉賓 而且也有 西方的 也有中國的 也有我們的鄰國的 大家知道我以前主持節目的時候有一個 我們鄰國搞 搞核武器的鄰國的代表正式 政府派出來辦 辦官方代表直接跟我們進行這樣的一種 唇槍舌尖式的互動 而且朋友們對我當時的一些主持風格 有的很多很多朋友感到感到不開心 不滿意 說我多多逼人 經常打斷 嘉賓的話 這裡面從我多年的主持技巧上來說我認為大概有兩種 一種呢 多多逼人打斷 嘉賓的話他本來呀 他是這種辯論型節目的他本來的這種氣氛 他本來就是第一呢他就造成一種緊張的氣氛 所以所有的這個嘉賓上我節目都說 哎呀 很緊張啊這第1個 他們 節目就要流程就好看嘛 因為收視率 每分鐘每分每秒在發生變化的第2呢 有些嘉賓呢他會 他會說空話 或者 第一我沒時間 第二我必須要抓住你的point 所以呢 我一定要把你的空話打掉 直接 直擊 你的下面的要點把你的要點 挖出來 所以好多主持人 可以讓 嘉賓 尤其是官司的嘉賓 一不小心把嘴裡的國家秘密都說出來 所以我當時跟他們開玩笑各自的秘密各自自己 收好一不小心被我查出來 我不負責任我只對我的觀眾負責 當然但是那個時候的 時代的形象啊 大概十幾年前 這個本身是屬於主持人的專業技巧 但另一方面的主持人不是沒有偏見 我跟你說這個美國的主持人 我如果我用百分比來說他60%以上是用偏見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我看後台的評論也說了 他對責任司機 烏克蘭總統責任司機他不是這樣的 一次零打斷一次都沒有 他對美國國防部長一次 也沒有 那這裡面有他的 這種 他的默契 他這種默契和共識在 因為他們是 價值觀相同 同聲同氣 對方說的就是我想的 對方也想利用我 來說話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有一種 氣場 是一種默契和共識的氣場 所以他一般不會打斷他 不會打斷他 就是讓你 發聲 那麼當然他們可能那邊的 講話也相會 相會也許會比較緊湊 我就比較好奇如果對方 澤林斯基也是 大段的這個闡述他的國家立場的 那個主持人為什麼不打斷 我們所以我們要從 具體的 要看具體的這個片段視頻了 他有時候從專業上可以看 你該打斷你不打斷那你這個主持人就是事實 不該打斷窮打斷 那你就是 在展現你的 政治立場和展現你的偏見 所以他對他們相同立場的人 是不大打斷的 對他們 不同立場的人 尤其他對你有 我們不說敵意吧 至少是和你的觀點和立場有所持有不同的 他會把你 做一個對手來看待 咄咄逼人 有時候有時候會有一些些個 居高臨下 會有 這個居高臨下 他一方面是西方人的特點 又到畢竟為止現在這個西方中心主義還沒有完全消除 但另一方面的他整個的 這個西方人的性格又比較強硬 所以西方的性格你看他的足球啊 壘球啊 手球啊 他一般都是 直接對抗性的運動 西方比較強 而我們中國人 的運動 一般我們是隔了一張網的 什麼排球啊 什麼網球啊 乒乓球啊 羽毛球啊 我們直接對抗的運動中國人都不太擅長 所以 國民性格當中 這稍微扯遠 文化國民性格當中 我們要更多的要 這叫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但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不是像我們家 我們有些網民同志們亂弄 其實我們是需要在國際場合很有經驗 就像前綱大使一樣 很有經驗 所以從這意義上說 這個我過去自己的一些經驗我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呃 那麼這裡面有兩個比如我我自己過去我現在十多年之後我過來反過來想 我對我們周圍的這個鄰國啊 因為他們搞核武器嘛 我們也很不滿意 我們也反對我們的立場是反對的 但他們就非搞不可 也不定我們的眷屬 所以他又派一個 半政府的人 經常上我們的節目通過我們跟中國或者華人的 觀眾進行溝通 那我就會把他窮追猛打 但窮追猛打之前我先給他打好招呼的要窮追猛打 我說我要對我的觀眾負責 然後他是可以的啊 窮追猛打 弄完之後他們那邊的政府不高興 搞到後來就是 我曾經有本書裡面詳細的記載了破在媒介這本書 也詳細的記載了 這裡面的情況我就不再展開了 這個 對西方 人 如果說我們對我們的鄰國 其實現在看起來當時有一點點傲慢 有一點點舉高了一下 但對西方我們同樣都是 比如西方跟我們有對抗啊 你比如說當時那個有一個 不好意思我稍微吹遠一點我一會馬上會講到 這個因為我來解釋一個主持人的一些基本 他有時候是有偏見的主持人有偏見有時候是他的專業基本功 你比方剛才我說2012年到2014年美國我我專訪的美國當時這個最會 在我 在任這個主持人期間專訪的 最會以為 當時美國現在叫印太 那時候的太平洋戰區 他就是1921年 192011年 sorry 2011年 把 卡扎菲送上黃泉之路的一個北約聯合部隊的司令 他見了我 他很高1米9的格 我第一句話我就問他 我說 去年 你是在利比亞戰場 把 卡扎菲送上黃泉之路 現在 奧巴巴總統把你派到這個 區域來 你的下一個目標是誰 這句話聽上去 也有敵 當然我是充滿 我是半開玩笑的這樣說 他很聰明 他馬上就說 他說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 對付下一個 下個對手的 我來這裡是溝通的 I'm coming here for for mutual communication 是來進行互相溝通的 好了我下一個問題問他 那你這樣你的 How do you find yourself How do you find your role 你怎麼來 定義你的角色 Are you a soldier or are you a diplomat 你到底是一個戰士 還是一個外交官 這裡面都有坑 都有坑 買好了 那個一殺了 我事前沒準備好 當你說 你是個soldier的時候 那你就不是來溝通 你是來打仗 當你是來說 你說我是一個外交官 我來溝通的時候 那你 軍人的作用 你就怎麼來 他也很聰明 他馬上就說 他說 I'm neither a soldier nor a diplomat 我既不是軍人 也不是 這個我既不是戰士 也不是外交官 我是一個海員 我過去40年的海軍生涯 我就從這一路過到這一路 就是這種高手過招啊 高手過招 其實他後來他說 完了以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很欣賞這樣的 這樣的專法 你每一次都給我買的坑 但我每次都很艱難的 從一個坑裡面爬出來 當然那個時候中美關係 不像現在那麼緊張 現在如果一個美國官員上來 我可能會更加對到咄咄咄咄咄咄咽 因為我要對我的觀眾負責啊 希望他們也能夠享受 但他們的民族性格 他有時候會比較享受 我說這段歷史 根本不是為了炫耀 而是為了想跟大家說明 其實 裡面我們有一些要懂西方人的性格 有一些懂在西方人的民族性格 他本來就善於對抗的民族性格上 他做一個主持人 他本身就要咄咄逼逼人 但是 同時他又有 偏見 他有民族的偏見 居高臨下 西方中心 主義 同時有 政治的偏見 也非常明顯 他當然跟你政治的偏見不同 他會咄咄逼人 那麼有些呢跟我們的 嘉賓 我不是說我們現在講 比如說有些其他嘉賓 他會鬧 鬧的時候呢 這些這個 西方的主持人他會抓你的 點 有時候是 抓住一點 不其其餘 也有 我以前也經常這樣做 因為我要對我的觀眾負責 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比較好的是跟他 進行 你直接的對抗 西方人不怕對抗 就怕你不跟他對抗 所以我們說善於鬥爭 敢於鬥爭要了解他的個性 你比如說當他不斷的打斷你的手 你就可以說 Please Let me finish what I'm saying I fully respect you I think you Are you also going to respect me Am I right 我希望你能夠給我點時間 能夠說完我說的話 我充分尊重你 我希望 我相信 你也尊重我的 我對嗎 那時候你一下子就 從防衛的 幫了一下跳出來 一個女士看到你這樣的 這樣的講的話 他一定會說 Please 那時候你 那時候你假如說最好說 Thank you Thank you indeed 就是我感謝你 給我時間 那個時候 一下子就 跳出來了 跳出了從原來的防衛 到主動攻擊 那時候你還可以設幾個問題 給他 就攻擊 一來一往 攻防攻防啊 叫有攻有防 這個而且眼神 非常重要 眼神一定要 不一定要不禮貌的 但直視對方 而且一動不動的 直視對方 那種氣勢 你會把他壓倒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個是需要一些訓練 這個 從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非常好 但是我只是 這個 在提供一些 個人的經驗 這些經驗對於我們 知己知彼 這個能夠在國際場合 更好的 說好 中國的故事 也有好處 我最後再給大家分享一點 其實在 2014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 為了反擊 日美 對中國的進攻 我們在國際場合 大家可以去看我這本書 就不再 寫 當時有美國議員 反華議員 有這個 東南亞的 也有這個 印度的 都是那個 就群謀亂 全部用英文 然後 現場全球直播 那個 然後我們要 我當時就說了 我說我是一個中國的主持人 在此時此刻 我沒有 我只有中國立場 因為我必須保證 最後這場 直播的結果 是中國贏 我必須讓中國的嘉賓 這個 有足夠的時間 足夠的空間 說話 但我面對的是一批 咄咄逼人的 那時候我的英語 發音很差 但我只是稍微流利一點 所以後來最後那個嘉賓說 你真行 你啪了一下就可以插過去 把那個話題給拉出來 我必須把那個話題 給我們中國的嘉賓 但其他幾個人也跟我很享受 所以要有來有往 攻防相戰 有時候要毫不留情的指示對方 一下子把話頭 給搶過來 這個搶過來的時候你可以半開玩笑 尤其跟女士 你可以去讚美他一下 讚美他一下 說你這樣非常 當然要注意性別差異 這個 我就具體不再展開 所以 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看了這段 我深深的為秦剛大使 叫好 我覺得有這麼優秀的 外交家 外交官 其實我們應該要 大大的喝采 這個說好中國故事 有我們每個人的 功勞 但是我們的外交官在第一線 他們真的很辛苦 因為現在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 越來越艱難 但是我從我們 中國的觀眾 我們的民眾 我也希望我們更多的來理解一些 我們的外交官 因為他面臨這個環境 是非常 咄咄逼人的 現在國際鬥爭的環境 越來越激烈 但同時我們要理解 他裏面 有專業的技巧 西方人本來就善於對抗 然後呢 他有專業的技巧 主持人本來就是要跟你對抗 一個不會對抗的主持人 這節目不好看 但是這個主持人 或者一批這樣的西方主持人 他 百分之六十以上 對你充滿偏見 由於充滿偏見 再加上他的個人的 西方的對抗 民族性格 再加上他那個 主持人的對抗的這個專業 邏輯的話 他放在一起 那麼那時候我們就需要攻防 降障了 有時候需要 用這種 叫 清化 重說 清化重說 而不是 重化 清說 當然我們更不能重化重說 那就那就不好了 清化清說就沒有意義了 清化 重化 清說每一句話都有很多的 含量在裡面 啊這個 甚至甚至在現場可以說 我認為你這個方式有點魯馬了 I don't want to be rude but I really think that's not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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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Please At least you should give me a few minutes to finish that thing 這個所有的這些話其實 聽上去還有很有禮貌 其實話 說的很重 對方一下子會會認住 馬上會把話筒給你 那時候你就 產生完立場 可以跟他講幾個故事 然後 再訪問他 那時候就他回答你的問題 好吧 這個我是有感而發 但整體上 我覺得未來中國 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 是越來越複雜 真的是越來越複雜 我們每個人都要給我們 第一線的外交官 多一些喝彩 有了他們 未來才有我們 更好的 他們跟戰士一樣 他們跟戰士 在前方打仗 他們在前方捍衛國家利益 然後我們要更多的了解 國際社會 對不對 這樣的話 有利益有結 才能夠使我們的國際環境 更加 寬鬆 好了 非常感謝各位的關注 咱們 明天通時間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